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蜜罗龙舟不可或缺的装饰元素 而蜜罗龙舟凤尾的由来则是相传屈原投江后 他的女儿独自泛舟在蜜罗江里搜寻 因为用力过度导致船桨霹裂鲜血染红竹片 乡明感念他的孝心 于是将龙舟尾部大造成红色的凤尾 以前我们京都叫做抢红 抢红 就红仇子呗 红仇子在那个终点 吹着全闲到 吹着抢到那个红 就是整个团队奔着一个目标 这就是您认为的龙舟精神 就是团结协作 龙头的形制让龙舟保留了原汁原味 而凤尾的传说也让蜜罗龙舟的故事远远流长 龙舟文化成为我们走近蜜罗寻找龙元素的钥匙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长乐镇 在我的身后呢 长乐舞龙的认识已经准备就绪 马上开始长乐舞龙表演 舞龙活动在长乐地区已传承千年 每到春节这里的群众总会开展舞龙活动 祈祷新一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一条长乐龙一般由12人组成 舞龙时一人拿龙珠11人持龙杆 队员们需要在鼓乐伴奏和龙珠引导下 完成腾 乐 游 穿等套式动作 配合着变换出各种造型 究竟是谁让舞龙这么精彩呢 把镜头推进 可以看到操纵舞龙的人都是一群年轻的面孔 我们的舞龙队伍以青壮年为主 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轻的学业 让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 寻找蜜罗的龙元素 我们似乎从舞龙的年轻人身上找到了答案 舞龙队队员们都有一种共性 那就是刚毅果断 责任心强 那些挥洒汗水的舞龙队员 也是蜜罗龙元素最好的证明 通过这个舞龙活动 让我对我们这个传承文化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不断磨砺了我的意志 已体现出了我们的龙舟精神 通过这次巡龙呢 我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 也许龙它是生物 是文化 同时它也是一种精神 而这样一种坚韧不拔 团结协作的精神呢 它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们 所以在新的一年呢 也祝愿大家都能够龙堂万里 福禄 双全